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切姜 把这个姜切成丝 这个姜我们要多切一点 把那个肉香一些 而且姜它可以去腥 我们现在把火烧好了 现在准备炒这个糯米 炒这个糯米我们不用放油 只要把这个糯米炒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炒这个糯米要小火慢慢地炒 而且要不停地这样翻搅 不然下面就很容易糊 这个米炒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盐 我们现在把这个米酒倒进去 把这个米泡香 这个米会把这个酒的水分吸进去 把这个香味锁住 看一下 我们先拿一个盆把它装起来 这个草米我们刚才在锅里面捞出来 非常烫 现在把它放凉一点 然后冷却以后才可以做那个盐酸肉 这个草米我们已经放凉了 已经给它拌了很久凉了 现在把这个切好的大蒜子倒进去 这个是姜切成丝 然后也给它放进去 哦 还有一样 最重要的 忘记了 这个是辣椒粉 现在把这个辣椒粉倒进去 我们现在把这个姜末 还有辣椒粉 还有蒜末 加上这个草米 给它拌均匀了 好大一盆呀 很大一盆 我们现在取点米酒 那些米酒倒到这个碗里面 首先我们在玻璃坛下面 放一点这种草米进去 这个五花肉 是我们提前了四五天 用盐把它腌制以后 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 然后现在把它拿出来沥干了水 现在把它放到盆里面 沾上这些草米 还有这些姜蒜末 然后粘好以后 把它放到盘子里面 把它铺平了 这是第一块 做好了 现在第二块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酸肉呢 更香一点 然后熟的快一点 酸的快一点的话 可以沾上酒 然后先沾上一点酒 然后再沾上这个草米 我们洞家特产腌酸肉 做法非常简单吧 在全国各地都是可以做的 只要你准备好了这些材料 我们现在腌制最后一块五花肉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洞煮这边来旅游 然后可以顺便尝一尝我们这边的特色菜 好了 我们的腌酸肉就做好了 现在只要等了 等上一个月就可以吃了 做法很简单吧 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哦 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